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我是真的想黑网 我跟你讲 真的上网太容易让我焦虑了 就我每天早上一打开那个小某书啊 上面那个人啊 个个长得跟明星一样 就搞得我现在走在大街上 看见大街上的人 我就在想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普通人呢 太假了吧 我现在在商场里面 偶尔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就在想 这是什么滤镜啊 这是丑图羞羞嘛 真的 我现在发现 我现在网上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长得美的人不管发啥 都有一堆人挑刺 就那种长得特别丑的 大家就费尽心思 找各种角度夸他 那现在哎呀 长成这样了 夸夸他吧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为啥都在夸李 但是瞎系男孩了吗 就长得不如我随便夸 对吧 我今年36岁啊 我自己其实没啥年龄焦虑 但是你知道每次我在网上 提到我的年纪的时候 都会有人惊慌失忌 哎呀 你暴露年龄了 我都不知道这有啥可暴露的 而且你想想 就小时候我们学到暴露这两个字 后面跟着都是啥 暴露了丑恶嘴脸 暴露了虚伪本质 哎 我现在感觉啊 就算是女间谍去卧底 别人给她抓了 说你是 没错 我暴露了 我是间谍 你是198 不要暴露我的年纪 给你拼命 就现在网上的那种36岁啊 你别说36岁了 四五十岁的人 长得都跟20岁似的 你天天上网的时候 你就感觉 中国根本不存在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你就我这个年纪 我要发自己的照片 还要被人夸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配个文案 姐姐今年70了 素颜状态怎么样